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学院有一对研究团队 研发出一种适合视障人士使用的机械导玩团 For many years I'm working on making the sensor more smart that this intelligence algorithm we are building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mart sensor is useful for having a truly autonomous system because for a robot dog, this robot dog needs to be completely autonomous it's not the blind person that can say what the dog has to do but the robot dog needs to be very autonomous but there is a lot to do because of the application 机械导玩犬的外形参考狗仔的外表来设计 是一只四足机械狗 机械犬配置了新型感应器 利用红外线感应技术 识别路面上的障碍物 同时配合机械导玩犬内的3D建构技术 当狗仔感应到障碍物之后 系统会计算出障碍物的实际大小和体积 令到机械导玩犬可以知道如何被开障碍物 另一方面 机械犬配备了强大的电脑运算功能 系统可以整合感应器侦测到的各种数据 例如是不同障碍物的位置 路上有什么空间 以及预测路上行人的行动路径 从而帮机械狗规划出一条安全 顺畅的路线引导盲人向前走 电脑有可控制机械犬的四肢走动 执行规划好的正确路线 避开四周杂物 带领视障人士绕过障碍抵达目的地 研究团队成员说 机械导盲犬被技术人员设定好之后 就可以开始提供导盲服务 当机械狗选位 技术人员可以将坏了的狗的内置设定 直接复制到新的机械狗上 有了机械狗 可带大致散训练传统导盲犬的成本 又可缩短视障人士轮后导盲犬的时间 视障人士依赖导盲犬 彼此都建立起感情 而导盲犬导寿命有限 有退役或凌世的一日 视障人士每隔一段时间 就换一只导盲犬 但人心欲造 每次重新建立关系 培养感情 对视障人士的情感适应上 都有挑战 而机械导盲犬不是动物 或者都可以减少盲人 在这方面的情感负担 另外 机械犬不是真正的动物 不需要进食 又不需要定期看医生 视障人士不需要花太多心思 和功夫去护理机械狗 虽然机械盲犬有不少好处 但研究员指出 动物盲犬有时有无可取缔的功用 他们并不是想用机械盲犬 取代动物盲犬 而是提供另一个 在多方面成本较低廉的选择 与视障人士 鲜犬 有些不同的可能性 我并不认为他们可以 互相比较 因为当然是人 或是真实的 物质 是温暖 可以给互相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并不认为 互相比较 技术 在澳洲有学生团体 正在做相关研究 但不一定以狗的形态出现 外形上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可能有分别 机械盲犬暂时仍在研发阶段 团队成员说要将狗仔推出市场 仍有漫漫长路和挑战 例如在路面环境设计复杂 路上有行人有马路 又有不同的障碍物 随时会有不同的变化和意外发生 相当考验机械9内电路的运算速度 而研究员认为他们研发的机械犬技术 仍未尽成熟 另一方面 他们现在主力研究加强电池的储电能力 目前用的电池 每次要测3至4小时 但电力只可维持机械盲犬活动45分钟 研究员尝试使用太阳临为机械9发电 但构思仍在试验阶段 体力仍要等一段时间 机械盲犬才可以正式练势 服务有需要人士